然後他剛剛說這我怎樣 離開一啊 請你離開 離開離開 我等下絕對不會甩到一 就他的鮮奶油 我很愛 很愛 一定會讓你大開眼見的一個 好 而且是同班美食喔 Where is we? Where are we? 哈囉大家好 我是Kata 上次呢有拍過一個從淡水一路甩甩子回家的遊戲 在捷運站直接給他玩起大富翁 這次呢我們的起點呢就在這個 南港膽難館 你們會唸嗎 南港膽難館 南港膽難館 要從我們的藍線的最末端 駛回北車 駛到北車之後我們要再往上一格到中山 中間有停的地方 我們就要下去然後吃美食 藍線應該是范范的堂相吧 喔 我很少啦 畢竟他來台北之後就是一直住在藍線上面啦 藍線上面其實有很多熱門的地方 像是市政府啊 公區啊 我覺得我今天一定是沒問題的 上趙去 球系的小骰骰 不管在outlet啊 在捷運站 都會看到我拿這個骰子 大家只要看到我拿這個骰子 就知道 一定是沒有什麼好事會發生的 從南港膽難館開始骰 希望可以先骰到6 1 2 3 4 4 還不錯啦 還不錯還不錯 永春在 有點冷門耶 永春很多是 真的嗎 什麼虎林街之類的 啊虎林街我知道了 那我們就先過去看看吧 沒訂閱我跟旁邊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們嗎 我拿這個骰子真的很羞恥 我每次搭捷運的時候都在想 抱著 然後大家都想說 這個男的到底是有什麼毛病 為什麼要抱著一顆骰子在走來走去 這個是永春的1號出口出來 那一條其實我覺得比較像是商業區 都是一些銀行啊 證券 反而10瓦案很少欸 怎麼辦 有辦法 就在小巷子裡 希望這次不會像上次一樣 沿路都沒有東西 我現在已經有點快要看到復興岡了 欸我們一路上走來 只有兩間店 都沒開欸 跟大家說因為今天是清明節 很多店家 我很怕都公修 到第一間就是 對對對 第一間就是 蛤 親了一半 我也沒有啦 笑一下的 我只能說這一條 真的是沒有什麼東西 我剛剛沿路走來 都是機車店跟檳榔攤 怎麼會這樣子 這也不興趣嗎 今天都很多店都關了 我們來到了一個叫做 阿年獅 涼麵跟雞肉飯 剛好我們現在沒有吃午餐 就直接來吃 餐點已經到了 然後我們這次吃的是涼麵 還有泛泛點的雞肉飯跟貢丸湯 這雞絲辣的涼麵 欸我真的很愛雞絲涼麵 很辣 你喜歡吃辣的一定會按 我覺得這樣吃蠻多的 不會讓你覺得說吃涼麵的時候很乾 但我覺得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它的麵條比較細一點 我個人是喜歡再粗一點 可是如果說你喜歡細麵的話 就可以來吃看看 有些有飯 好吃欸 我覺得它的雞油很香 我喜歡它的飯 這個飯是那種很飽滿的那種飯粒 很好吃喔 有意外飯粒的好便 而且它的價格不貴欸 55塊 你補是小碗的 是小碗的喔 大概是小碗的 不過你才40欸 很便宜欸 但小碗其實女生吃醬就差不多了 沒有 我要幫忙泳圈 哈哈哈 接下來是這個貢丸湯 然後它是人生雞的 我覺得人生雞的味道沒有到很重 它好像有點人生雞加四神湯 對對對 就是不是很純的人生雞 因為我以為喝到是那種 可以帶點苦味的那種 跟我想像中我覺得有一點過度 微微落差 你們剛好來泳圈 或是這附近的居民 就可以來這邊吃看看 我覺得很不錯 第一餐就覺得很不錯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曬下一餐要去哪裡 接下來就是幾餐都OK EASY WOW 應該是敦煌 OMG 你知道我是 東區小零宥家嗎 隨便一家我都很熟 中下敦煌 Let's go 剛吃完鹹的 那來點甜的 好 來點甜的 有什麼好吃的 你不是說你找票嗎 你應該是名單就直接講出來 不是 因為你們要吃到 公圈沒落的 哈哈哈 剛才是笑怪的 但是我們今天就把Emily留在這邊 然後看看黑男會不會來 她前有一陣子就是很紅 就是街頭 邱比特 那我覺得我今天也可以站在這裡好不好 今天很特別 現在呢 就是ZARA一出來 就有一家 黃金珍奶 你們有沒有喝過黃金吧 一定有 這個是 在夜店前就會先來這邊喝珍奶 它10點後就會喝酒 開了非常的久 我個人就很喜歡 它的珍奶呢 是屬於那種 傳統一點的珍奶 好像學生時代會喝 對 小貝的是35塊 其實很便宜嗎 很便宜 尤其在東區 對啊 現在自然是隨便手要飲 都要50塊 就是這個味道 因為珍珠好軟喔 對啊 今天珍珠好像特別軟耶 之前還有一點嚼勁耶 怎麼辦 今天喝有點小失望 還是我們再吃個甜點 因為我覺得 這個沒有辦法滿足我 我們剛剛在東區 越來越有粉絲 他就看我們拿骰子 就說他有看我們這影片 然後他剛剛說對我怎樣 甩到一啊 請你離開 請你離開 不會嗎 被嚇壽了 我等一下絕對不會甩到一 有6個機率 不可能甩到一 那我們現在來到就是 稍微靠近仁愛圓環 這邊的一家千層蛋糕 因為我想說東區嘛 就是畢竟那些有名的東西 都已經被大家拍完了 我來介紹一間 我自己個人很推薦的千層蛋糕 倒作11 我覺得 媲美LadyM 你們上次吃覺得怎麼樣 好好吃 哈哈哈哈 就他的鮮奶油 的那種感覺 他其實在中山也有點 但是這家我覺得比較大街 景象比較豐富 這這點是幼香金軒千層 就我覺得他們跟雷電的差別 是他們比較多 茶類啊 或是一些比較 創意一點的千層的口味 吃看看 好 幼香好像比較淡 但我覺得茶味還蠻重的 千層的成分感沒有那麼高 因為它太綿的 它不會讓你覺得 吃到一層一層一層的感覺 它吃下去就是融為一體 比較偏向那種 日式很軟綿綿的那種千層感 那價格一片是260塊 跟雷電的價格差不多 如果說大家喜歡吃千層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吃吃看看 吃完我們好吃的下午茶了 剛好我可以回家泄個午茶了 那我們就一路的甩回家 好不好 好 太兔了 讓我回家 那個粉絲說中了 甩到一啊 我等一下絕對不會甩到一 為什麼有這個一 我們因為 這個捷運站的樓梯在整修 我們三個氣喘鬚鬚的 爬了上來在這邊 然後來到這個中校復興站 這次呢 要帶大家來吃一個 我自己很喜歡的 午後小甜品 很Local 我很愛 很愛 一定會讓你大開眼睛的那一種 而且是銅板美食喔 什麼 天又沒開 難過喔 這家超好吃的 他們去圓公里喔 我的世界瞬間崩壞了 剛剛尋尋覓覓了好幾間店 結果我都沒有開 禮拜二大家是都不用上班是不是 剛剛找到的一家叫做 90S Pizza 就是看起來很可愛 你看它整個裝潢的感覺 有點俏皮的感覺 而且你看它這個Logo 喔喔喔你皺起來很不OK耶 它一隻眼睛是張開一隻是定的 欸等一下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我們這次點的呢 是松露野菇香腸 Pizza 它有厚的跟薄的 我這次選的薄的 松露味很重耶 它好酷喔 松露野菇 這是搭起來真的沒有問題 而且還有氣 它買18塊 我覺得這樣還蠻合的 它的料算是 我覺得用的還蠻實在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旁邊 在這邊用手工搖烤的那種感覺 它的松露有在那邊蒸給 它的菇貼的是大塊的 這邊其實有低消 每個人還在點一個品項 所以我就有點薯條跟濃湯 然後有配菜 它很脆 我喜歡這種脆脆細細的薯條 然後濃湯的話 其實真的味道很貴 90塊 蠻大杯的 然後它就那種野菇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有一點點海鮮的味道 你可以從哪個遠處拍 你要假裝你很臭是不是 你怎麼知道 紐約人的YOLO 你知道嗎 I am New Yorker 邊緣的 我們現在距離 會去北車山站嗎 到底有沒有可能 直接閃到山呢 來 Oh sh** 欸欸欸 你很遠江紫萃是什麼啦 欸 真的嗎 而且江紫萃跟羅范是終於插槽的 那一站我記得很久 大概兩分鐘 好啦 現在要出發去 江紫萃嗎 Where's Where's Where is We Where are we 好像從來沒有在江紫萃決議站下過 好陌生喔 我們來到新北了 我們居然這樣拍一拍 已經跨縣市了耶 好誇張喔 那我們就往前找看看 有什麼好吃的地方 現在呢 來到江紫萃 這裡有一家 很可愛很可愛的剉冰店 叫做 琴子 而且我不知道有冰店開這麼晚的耶 走一個比較 祝古感覺的冰店 這個好像是我之前在IG上打卡就有看到 我之前很想吃看看 OMG 你看這個份量跟我的頭差不多大耶 捨不得吃耶 你怎麼吃這麼可愛的東西 因為我就是一種果然文啊 那現在卡紫 就要來幫大家吃看看這個囉 這個呢是烏龍奶茶的冰 上面的醬很濃 它是屬於那種很綿的綿綿冰 本身的那個剉冰啊 就有一點奶茶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比我想像中還要好吃很多 因為一開始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看起來很可愛 可是實際吃起來應該是 就是你知道 想像中的感覺 下個來講我就還OK啦 大概一百出頭 裡面有放米花耶 很可愛耶 有點冠冠的感覺 但是還不錯 我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 公司跟你找到人家 我可以可以 我可以可以 我就像這個烏龍奶一樣 好吃又可愛 好美 OK 還有一個呢 就是這個抹茶酥酥的剉冰 第一個感覺很奇怪 是這一杯是什麼 肉鬆 可以用松鼠直接沾上去嗎 你可以花一點點就會配著吃 才不會整個吃掉 它很奇妙 它們各自在各自的世界裡發展 看得不衝突 但是也沒有加分 它裡面有這個 是那種蒟蒻 但是我覺得它們 這一間可能主打就是那種創新 就把不同的東西搭在一起 然後配合看看 就是抹茶的本體是好吃的 那如果說可以換成白玉啊 或是可以再加個草莓啊 或是絕餅 就會覺得更加分啦 這是抹茶棒 原來它下面也有抹茶凍 這是Ambl的 抱歉 抹茶凍很搭 真的很多 我們誤會你了 謝謝妳是有內涵 真的好像回家 我們現在還在板橋 拜託讓我散到山 所以我們回到家 我們離家裡只剩一步了 柴池大神在我最需要的時候 都會給我一臂之力 大家來到了北車 如果要走出去的話 外面其實是補西班街 現在我覺得外面人比較多 我覺得我們可以去美食街裡面看看 像是很多人啊 在這邊轉運啊 可以去金站的地下街那邊晃晃 好它就帶你去看看 金站下面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吧 有看到我們那個 沉滯的小眼神嗎 我真的是 愛吃炸雞 我之前就有分享過一個名言 某人都有可能背叛你 但是炸雞永遠不會背叛你 炸雞可以讓你快樂 讓你忘掉那些煩惱 今天決定來吃我最愛的 美墨炸雞 每次來金站會吃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另外一間在填補 真的太遠了 自從金站有了之後 我每次來金站都會吃 我跟你講 超誇張的 你怎麼點入手啊 因為那個店員認出我 他就說他決定 他請我自己開包機 我們就好太快了 我真的很愛這邊的店員 Sanahan 如果你是美墨炸雞的店員 你看到這集 記得 我愛你唷 然後我還點了這個洋蔥圈 我懷疑他給我加量 也太多了吧 有滿出來的 他喜歡我 你看他給我那種剛炸起來的 他應該每個人都是剛炸起來的 不然咧 是嗎 我很喜歡他美墨炸雞的原因 就是他的皮很脆 他真的是炸雞界裡面 腳腳整 它是一匹黑馬 從眾多的連鎖素食店面 竄出來 是我的白馬王子 白馬王子是一個炸雞 也是蠻可悲的 你是說那個店員 你給他切 我給他切 我給大家推薦一個 就是他們家的洋蔥圈 認真的這種洋蔥塊喔 他不是很細的那種 而且他有一點透明 所以其實他洋蔥的那個 很刺鼻的味道沒有那麼重 他好先除 一般同學 你該不會是第一次吃到美墨炸雞的 不是 第二次 第二次 我們都不知道吃幾百次對不對 我朋友是吃這種油膩的東西啦 因為你本身就已經夠油膩了對不對 哈哈 這個炸雞真的很好吃 雖然Emily只吃一口 他這一團丟給我 裡面肉超嫩的 很juicy 很甜度剛好 對 那你覺得他比較juicy 還是你比較juicy 你再說我比較juicy啊 哈哈哈哈 我們去這間店喔 我愛你喔 神聖的一刻 來臨了 都已經九點多十點了 可以給我們回家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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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講的啦 我傻眼我真的認真傻眼我嚇到 旁邊都有人啊 都有經過都有看到 我們真的是真實的喔 我的人生 真的圓滿了 甩著 拜託 我會愛你一輩子 我 甩到 伊 怎麼樣 我 就是 中山 的 命啊 我們白天拍到黑夜 最後晚上的部分 都已經 暗米摸了 然後公司都已經大陽了 我們還在拍 最後一站呢 就在中山這邊 找個東西吃好了 因為家那些是可以有外糖餅 啊 那我們去吃外糖餅 我們也吃過糖餅耶 很不幸的 這邊都關門了 那我們就吃好了 捷運站附近的路邊 他很隨便吃一下好了 中山站 一出來這邊有一個雞蛋糕 最後就是用雞蛋糕來收我耶 明明真的有愛 有愛心的雞蛋糕 他原本就這個形狀 而且他上面還故意寫一個love 他是不是喜歡我 沒有 你看他明明就有骨頭的 然後 他有平均給好嗎 他沒有特別 而且我跟你講 他寫 I love dog 啊 是不是每一個人去買 都會拿 這隻狗嗎 啊 不是啊 這隻雞蛋糕 我覺得我應該不用特別在說什麼 但是他奶油的味道蠻香的 覺得現在是蛋味比較重 結束了今天的行程了 我們整個每次拍東西 就覺得又累又飽 但是我覺得啦 這次的捷運大風 真的非常的有趣 如果說 大家想看 要玩什麼線 就可以直接說 想要從台邊開 這樣就是我們今天的捷運大富翁 如果你剛好啊 常常經過這些藍線 如果你們有跟著卡特的路線走 就是今天看完影片 覺得哪一些東西看起來好好吃 不然留言跟我說 就是說 如果你是店員 你也按電我的話 記得下次給我吹一聲喔 那小影片記得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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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下回見囉 掰掰 掰掰 小瓜 剛剛吃一吃 這個粉絲突然草過來合照 然後他剛剛合照 321他說什麼 他說 看一下不照 好 好 好 耶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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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